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剩下不到五个月 那原任总统马克龙还没有宣布竞选 其他政党已经摩拳擦掌陆续公布各自的总统候选员 其中一名候选员特别引人注目啊 就是被称为法国特朗普的极右派政客泽木尔了 他曾经呢在一项具有权威性的总统支持民调当中呢 获得17%的支持率仅次于马克龙 因此被认为是这次总统大选当中不可忽视的一匹黑马 现年63岁的泽木尔呢是一名记者兼作家 也是电视节目的名嘴 那之所以被称为法国特朗普 是因为泽木尔过去经常发表一些非常极端的种族主义言论 包括在2011年他在电视节目上说 大多数做非法买卖的都是黑人和阿拉伯人 结果被判煽动仇恨罪成立 那2016年他又在电视节目当中发表反穆斯林的言论 被罚3000欧元 达到今年9月 他将为成年移民称为小偷杀人犯而被警方传教 那种种的极端言论呢 让他吸引了不少保守派的支持者 上个星期二 泽木尔正式宣布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 昨天他在巴黎参加第一场竞选活动时 现场却发生了流血冲突 椅子横飞一片混乱 根据了解 现场有反种族主义的抗议者表达对泽木尔的不满 结果却换来泽木尔支持者的一阵独挡 奋力地喊出口号 挥舞着抗议的旗帜 法国巴黎星期天的早晨一点都不平静 法国总统候选人泽木尔迎来他第一场竞选演讲之前 不满泽木尔及右政治理念的示威者 采取人海战术抗议他的言行 淹没了巴黎的街道 反对泽木尔的人很多 但支持他的人也不少 到了夜晚 泽木尔上台准备演讲时 就被疯狂的支持者给重重包围 对于自己被贴上了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标签 泽木尔在演讲时澄清 他只是在捍卫法国的传统和文化 反而不少反对泽木尔的示威者 也跟着到演讲现场财场 结果和支持者起了争执 有人甚至直接搬起身边的椅子 往示威者身上砸 现场直接乱整一团 不少人也在这起冲突中受伤 除了出席者爆发流血冲突 泽木尔也在演讲前 被现场的反对派人士洗击 导致手腕受了心伤 而医生也建议他休息九天 让手腕的伤势复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